一款商品的诞生可能是因为一个商机一个梦想 亦或者是来自于一份对家人的关爱 那我们一直希望说妈妈能够吃到好的商品 因为外面做的商品我们不晓得它放的有效成分是什么 那会不会对它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第一个做的商品是妈妈的膝盖 希望她能够缓解她的疼痛 那刚好我们服务的公司 我们的客户的对象 大多都是老年人 或者是一些年长的长辈 所以我觉得都会有这些商品上的需要 那我们第一只商品叫做固体力 那希望能够照顾到学生上下 能够做到完善的营养的补充 做产品的初衷是为了妈妈的健康 因此在原料的挑选上也上费苦心 选用日本进口玻尿酸 瑞士的柠檬马鞭草等植物性成分 让身为素食者的母亲也能安心使用 其实我们是把所有我们的顾客也当成我们自己的家人 首先我们制作商品出来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要敢吃 这是我们第一个药物 如果连我们身边自己的人都不认同自己开发出来的商品 或者说觉得东西没有用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敢拿出去推广给我们的使用者来使用 而除了专为长辈开发的保健食品 他们也有针对爱美的年轻族群开发系列保养产品 并开设SPAR休闲会馆提供专业的服务和享受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公司所有的股东 在创立这家公司以前我们都在做公益活动 一直长久以来都在做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多更好 让更多人能够获得温暖 这是我们一直来所希望 但是你要做志工要做爱心 你必须也要过生活 也要有自己的事业 那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让我们会有能力可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能够温暖更多的人 举凡是关怀独居长者 天乡儿童 物资捐赠和义诊 李总和同仁们总是尽可能的去付出 甚至考量到爱心户的心理感受 举办发放点券的物资园游会 都是真正体贴到他人需求的爱心工艺 为什么赔钱都要做这件事情 当你看到这些人开心的表情 那很期待地跟你讲一些话 你会觉得很感动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到人爱之家做卫文 这些贝贝拿到这些糖果饼干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但是他们更开心的是 就是有人去看他们 我曾经我旁边坐一个老奶奶 她告诉我说 她的家庭出现家庭非常的优渥 很有钱 她的子女都很成才 都在美国有一番事业 她讲得非常的好 可是讲着讲着她流眼泪哭了 为什么哭了 因为她告诉我 她的小孩不乱看她 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 当我去男人的心 人们常说 诗比寿更有福 秉持着总经理母亲的慈悲精神 让企业在壮大的同时 也持续将爱与温暖传递下去 为冰冷的商品贴上了人与人之间 互相关怀的温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